刚才收过的玫瑰花田还荡漾着浪漫 一大捆鲜花小心扎起 含苞带放的椒艳是花浓的最佳回馈 所以这是今天早上才收的 对 今天大捆收 天空洞交工 老天爷很照顾我 对 的确有上天给的地理条件 台中新设日夜温差大 花季可用 延长平衡供货量 你像这种花的话就 瑕疵里太短了 这个叶子太短 这样就不行了 要流像这样子长 稳定的花卉品质 黄瑾荣的玫瑰 让花卉产地彰化田尾的花式 也跟它切花 但是当别人趋之若鹜的 经营官方花园多角化 他不守种植本叶 不多想 你要雇你的花 要它种得好 长得好 不能随便乱捡 对 观光课怎么会懂 他就是不躲 所以说我们不要开放给他剪 要的话我们剪好 来家里拿 包装包好 给他送他也没有关系 是怕费心栽培的美丽 被随手糟蹋 黄瑾荣的执着 反映在全年无休 始终如一的辛苦上 就是每天一定要到 看他的成长 或是有什么病虫害 都是要用心下去看 每天要顾一样 对 每天 看情人吃饭 也要把他当情人一样 对 台风天要来 寒流要来 刮风下雨 但屋顶先掉 他都要来 只要你心情不好的话 你这个叫 懒得来花园的话 就 话就全部都没有用 不可以耍脾气 不可以耍脾气 在自己的本业 心无旁骛 单纯的做好一件事 就在这处花园里 我们又再一次感受到 客家乡亲 单纯 质朴的个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